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就今年5月17号审查的结果 那进行协商保留条文 我们当天保留条文只有第12条 所以我们是不是进入我们第12条条文的一个讨论 那第12条的条文呢 提案保留的有委员吴依勤等19人提案 委员庄敬成等21人提案 委员林维州等17人 委员王美慧等25人 时代力量党团及台湾民众党党团等提案 还有修正动议保留是由庄敬成委员等6人 以及委员邱太元等3人所提的修正动议 那我是不是请大家可以就这一本 这本是我们议事组这边协助我们整理 而且要把洪生汉委员的版本放进来 所以我们是不是大家手上 各位委员不好意思 大家手上有没有白色这一本 林委员还有王委员 不好意思手上有没有这一本 我们就照这一本来看 因为我们就12条是保留协商的条文 那这一本有把洪生汉委员的版本也放进来 所以我们一并来看好吗 我们可以请大家翻到第二页 这是第12条的一个协商的 就是保留协商的一个个版 各个版本 那也包括这个后来进入二赌的洪生汉委员的版本 那我们在这个版本在协商 我们是不是 委员我们是不是可以允许行政部门 对于我们第12条 已经有一些的协商的共识 那是不是可以请行政部门先报告一下 好谢谢 那我请刘市长先报告好吗 大家手上有没有这一份 来单页 谢谢 谢谢各位委员 我就简单的报告一下第12条 因为在很多委员的版本都有在第二项的时候 希望能够增列第二款到第五款的这部分 那只是因为在医疗的连续性照顾里面 很难用这样子的item来分是说 什么叫做疾病治疗 跟以就是需要医嘱跟非医嘱的部分 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说这个我们附的这一张纸的这个所谓的协商共识版本里面 建议其实是维持原本的项目是在后面这个地方 也就是在第二项的时候 如同物理治疗师一样就加但非以治疗疾病为目的者不在此线 利用这样子来做一个所谓的职业范围的一个区分 然后在2月8号 这跟2月8号物理治疗师的版本是一模一样 这样在做后续的一些讨论跟演绎的时候 就可以让物理治疗师跟指年治疗师一起进来做讨论 以上 好谢谢我们这个医事师的一个说明 那不晓武委员对于现在这个版本 等于是跟物理治疗师法是一样的文字 本文是 那说明栏的部分有特别把这个职业病 包含在疾病里面 所以说明栏有稍微有跟 可能跟物质的那个说明栏有一些不一样 不晓得我们几位委员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意见 还是说照这个版本来通过 来王委员 大方向是认同就是说 照物理治疗师的版本来做一个文字的修正 不过也想请教一下说 这边所谓的在说明栏里面提到 职业病在内的疾病的治疗等等 这个职业病的范畴 会有哪个部分来做定义 还有第二个部分是在于说 时代力量党团的版本 我们认为说 现在职能治疗不只是只有在后端来协助他们赋能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从前端来做更多的预防 或者是协助 避免落入到疾病的可能性 所以在我们的版本里面 其实就有在第一项 有特别讲 第一项的第一款有特别提到 不只是评估 也希望把指导和咨询能够纳进去 因为我们希望整体来说 如果它还没有到严重 或者还没有到疾病的程度 它可能对于职能治疗 或者对于职能复健的部分等等 有一些些概念 它可能遇到一些生活上的困难 它能够先去做咨询 或许是在一个 推动国人健康上面 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做法 所以这两个部分想请教一下 部会的意见 好 先就第二部分 因为比较直接 它就是以一个非治疗疾病的一个范畴 来做处理的时候 其实本来就不需要医嘱 因为需要医师医嘱的部分 就是以治疗疾病为主 来做一个处理 所以在这个分野上面会比较清楚 不会限缩 用文字限缩 到底第几款 第几款哪一个是 因为连续性的地方很难切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回答委员第一个问题 就是针对职业病的一个治疗的部分的话 因为职业病的认定 其实从劳动部的规定里面 就有职业病专科的医师 来做所谓的原因 因为就很像我们平常 大家可以知道是说 过老死这样子的一个定义 还要回过头来 把它周边的情境 做一个研习之后 才能说 这个跟那个疾病有没有关系 我们平常医师看到的 只是疾病的部分 所以才会特别加注在这边 说这个职业可能产生的伤害 大概以这样子的范畴来做分别 以上 好 可以吧 是 我想还有没有其他委员 对现在提出来的协商共识版 有没有要再咨询或询问的部分 可以吧 我们就照物理治疗司法的一个文字 就后面加一个 但非以疾病治疗为目的者 不在此线 那说明栏的部分呢 卫物部也做了一个 把职业病在内的疾病 都含在疾病里面 这个部分 也是职业病的相关团体 有一些他们的疑虑 我们就把它说清楚 可以吗 我们是不是照这样的协商版本来通过 是那个麦克风在另外一边 没关系 吴委员 谢谢 吴委员 那个我们民主党也支持 刚刚所提的这个部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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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样 还是弄错麦克风 来 那像各党团都支持 这样的一个行政院 我们卫物部现在提出来的协商共识版 好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照我们行政院提出来的 这个共识版来通过 那说明栏第十二条的立法说明呢 也照卫物部的建议通过 好 谢谢 来 他们那个9跟61啊 委员会那个没有改立法说明 他其实也想要 那要报告说 哪一个9跟 第9 就是委员会通讯 第9条跟61条 他们也想修正立法说明 那是不是写说 是 有吗 他们想要授 是 好 检查会通过的 那没有改到立法说明 那是不是要授 是不是 然后检布立法说明 选择你个为止 来 现在可以 好 所以他们就 他们 我们在审查会的时候 有通过了第9条的这个文字 那是不是在说明栏的部分 也请卫物部 授权卫物部再把说明栏 依照我们修正的 这个通过的法令 有没有文字要再做修正的 授权我们卫物部这边来做 文字的一个修正好吗 好 就是周园性 因为我们没有去看 当时没有去看 各委员提出的版本 但是 没有一个是行政部门的这个立法说明 好 那是不是我们 是 那这样12条我们就照这样的通过 那第9条的部分说明栏 再请卫物部 在通盘的一个检视 有没有看要文字来修正 那另外呢 我们其他的就 其余的先照审查会 审查通过 其他的条文就照审查会的通过 好 19的话就是照原条文 没有修正 在委员审查的时候 19条就是 维持现行条文 那个执志团体有 有放 十九条 他们是 就维持现行条文 好 对 这是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 就是这样处理的 好 好 那 是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看 有关附带决议的部分 请大家看一下 我们手上是不是都有 这一份附带决议 刚刚大家都有一起联署 好 来单张 是 好 那这附带决议 应该大家都共同联署 应该没有问题吧 那 这需要宣读吗 要 来 那是不是请 医事人员协助我们宣读一下 宣读附带决议一项 職能治疗司法第十二条修正草案 一 卫生福利部应与職能治疗司法 施行后三个月内 要及中华民国医师公会 全国联合会 台湾附建医学会 环境职业医学会 及相关专业团体 共同研商 非以含职业病在内之疾病治疗 为目的之范围 并以含事明确之 以保障民众福祉 二 在本法三读修正后 建议主管机关加强监督机查 以确保民众健康权益 三 卫生福利部应积极了解物理治疗师 及职能治疗师之职业状况 以保障民众健康福祉 提案人委员邱太元 联署人委员吴玉琴 苏巧慧 赖会员 林维舟 黄秀芳 软软玉 吴欣宁 宣读完毕 谢谢 那这个 这个附带决疫 我们是不是这一项 附带决疫我们就通过 来那个王委员 我觉得大概事实上是同意啦 但是我想要先离清一下说 物理治疗师 其实也是有类似的概念 那当时在这个实施 修法通过之后的三个月内 是不是有针对这些 非以治疗为目的的部分 已经有达到一个共识 因为在那个部分 所以我们想提到的是说 因为我们真的认为说 职能治疗师 物理治疗师 其实都非常重要 尤其是职能治疗在 像是精神卫生 找疗 特教议题上 其实都有它非常重要的责任 和重要的职务 必须要能够一起来做协力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们很希望的是 这个三个月内 能够尽快地来做到 这个范围里面 因为我觉得 如果一旦没有清楚定义 恐怕就会又再有 更多延伸的争议 这部分可能真的需要 请卫福部认真的来处理 达到三个月内 能够清楚地 把非以职业病 在内的这些范畴 能够定清出来 而避免掉说 过去大家会看到 即便修法通过之后 大家还是会有一些 在于定义上的模糊 或者是 是不是有违反 植物理治疗师的可能性等等 那我们希望不要造成这个争议 所以不只是附带决议 也希望是卫福部 真的能够尽快来做 推动和协议 请卫福部说明一下 这部分的话 职能治疗师 跟物理治疗师的部分 我们大概就是会再加速啦 因为就是说 第一次在做 物理治疗师的时候 大家对于那个 想象空间是大的 然后那经过几次 请大家提出来的范围 是来自各个有法律依据的 非以疾病治疗为目的 那个范围就比较清楚 大概会用正面表列的方式 然后那因为 第一次在提这样子的概念的时候 物理治疗跟医界这边 其实大家就是各自 就是老实讲是范畴的部分 对定义不清楚 然后那请大家回去用法规 现有的法规 比如说 长照法里面讲的什么东西 学校的一个 比如说像卫生教育里面的 在那边讲的东西 以这样子来做一个 具体讨论的时候 是比较聚焦 所以同样的模式 大概在智能治疗师 也会以这样子 正面表列的方式来做推动 我们会进入数以上 好 谢谢 我想真的要催促 我们卫武部尽快的 让物质跟质质 这个所谓的非以疾病治疗 为目的的这个范畴 赶快界定清楚啦 我想这个 未来的执行面的部分 才能让两个师 跟我们医界能够 有手适从 大家一起来遵守 所以对于说 有什么违反医师法的 这个情形 我们就是人家的 机察 那我觉得这是 只要有违法 我们还是要 有强力的 那个支持法 这边的一个范畴 就是不能有 医疗行为啦 好 那是不是我们 是不是我们就 这个 附带决议就 照这个 我们邱委员的提案 来通过 那我们现在 是不是请议事人员 来先读 协商的结论 来请 宣读协商结论 一 协商通过条文 第十二条如附件 二 其余军照审查会 审查结果通过 三 通过附带决议一项 四 检附立法说明一份 宣读完毕 谢谢 那我们是不是今天 这个协商的会议 就到这边 结束 谢谢 我们就散会 谢谢大家参议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